南部登革熱疫情發燒 武捷鄉有一個本土登革熱的病例 所以武捷鄉公司有為了持續防治登革熱 避免病美人的滋生 今天在市捷福德廟舉辦環境清潔 以及防疫宣導 並且有呼籲四個口訣 鄉親一定要記住 那就是尋到清刷 6月後本土登革熱疫情升溫 民眾自主的清潔衛生意識提升 台灣南部疫情已經較為緩和 限內8月份傳出一例本土的登革熱病例 四五節鄉親因為南部旅遊而感染 為此五節鄉公司結合了相關單位 持續防治登革熱 避免病美文之聲 今天特別在市捷福德廟舉辦環境清潔 以及防疫宣導 並且呼籲四個口訣 尋到清刷 這個湯包括我們其中臨入的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退氣的臨胎 登革熱病患三星 所以第一段開始 我們五節公司 就做做全民地的噴灑藥劑 來消除蚊蟲 也在這個期間來選擇 叫我們所有的船民 要特別注意我們所有放在外面的市民 水的部分要清理清潔 因為我們登革熱 是白線邦文和埃及邦文 它活動的地方都在外面 所以我們只有來保持我們所有的 我們環境的清潔 才會讓這個蚊蟲可以支撐 在南部地區都會檢驗到 為了清潔隊 為了近身 所以做全民的選擇和全民的消毒 在這裡 今天 在我們四個金土日公家 把所有的環保濟工和清潔隊 做每一項做選擇 把這個天高的這個燈革熱 不能再發生起來 尤其我們在我們鄉下地方 最常看到的就是民眾 它用一些廢棄的蠟齊的 蠟齊的浴缸 除水桶 要未來的澆澆 可是實際上 還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解決 譬如說你給它補上沙網或加蓋 這個都可以避免我們蚊子在下面下蓋 那因為蚊子它下蛋 因為抹蚊子它可以抹到三十年 那病媒蚊就是這些 埃及邦文和白線邦文 所以我們還是要提醒我們蚊子 真的要進入激水 然後不然單靜熱 武捷相關所表示 登革熱並沒蚊 經由白線斑蚊 埃及斑蚊來傳染 無論是田野菜園或是室內外活動 都應避免蚊子叮咬 更需要從環境衛生的源頭來管理 容器不積水 並沒蚊不置身 全民一起來對抗登革熱 一蘭新聞記者是市民採訪報導